正哥 本期主题咱们聊一聊坦克600 你怎么知道保密鞋已经临时取消了 在静态的情况下 我看了那个坦克600的一个实装车 有拍照片吗能分享一下 你没看我手机后边现在贴着这个坦克的这个 这一个小的logo的贴纸吗 这就是当时进去的时候是要把手机贴上去 内饰是网传的那样和特斯拉一样的简陋的 简约的大屏幕是吗 不是 内饰还挺豪华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液晶的仪表 中间一个尺寸还挺大的一个液晶屏 然后有皮质有缝线有双拼色 中间还有一个小表 提格的座椅 皮质是一方面 然后再往就是它还有那种零星格的刺绣工艺等等 豪华性上这几个完全都是担心 唯独就是那个小的石英东指针式的那个 我觉得那有点多余 反正我跟他们也说了这个事了 我说其实你应该给用户一种选择 比如说标配是这个小石英东 如果你愿意选的话 你可以是一个哪怕什么罗盘啊 或者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对越野或者怎么说 让他看着稍微不是那么油腻一点 动力呢有向大家期待的是个出一个柴油版的这个富亚人物V6吗 在现场我们看的那个车是V6 3.0双轮增压 然后加48V清混配的是19AT的变速箱 然后飞升载式的车身 至于柴油版 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期待柴油版 其实柴油你日常开起来 除了它是省油之外 然后没有任何优势的 你噪音因为高压控轨喷射的声音会很大 哒哒哒哒哒哒也不好听 然后你真的在北方地区 当时我有两台柴油车DMAX卫视 你稍微往北一点 你连低温柴油都加不到 你可怎么办啊 现在开个柴油车方便吗 而且越野车难道不就是可能得去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地儿吗 那你怕冷这事就别扭了 宋伟董城这块 我确实没听说它要出柴油版 但我个人也觉得说是不是汽油版可能比柴油版 虽然价格会贵一点 但是确实比柴油版用得要方便 那其他的越野硬件呢 越野的配备那不用说了 层层嘛 差速锁 批发商是吧 三把锁这是肯定有的 而且据说中插那个位置还换了一个锁纸能力更强的锁 按他们的话说 就是按网上的说法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什么所谓的差速锁 但其实我是觉得只要有这个锁纸功能 那你是磨片还是牙签 我也不介意 还有就是什么乳形什么坦克撂头 这些都是具备的 我越野的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而且最重要一点 你看在坦克300的时候 有一些同学说当去到高温沙漠体感温度多到40度那种情况下 你在沙漠里这种高负荷的去跑 可能会水温高 这个问题在坦克600上 是给用户多一个可选的配置是什么 就是硅游风扇 因为硅游风扇的这个散热效率 其实是比电子风扇要大得多的 当然劣势就是什么呢 你在每次找车的时候 你都会听到嗡一声 或者你彩虹本的时候 也会听嗡的那样的声音 如果你真的是有越野的刚需的话 而且是在这种场景下去越野的话 那这个硅游风扇你去选就好了 行 硬件都差不多了 那外观我就开始吐槽了 外观怎么了 有什么操线吗 我看个外观 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看 感觉坦克600山寨的有点过了 好像是把皮尺布的人都给拉过来了 这丰田上一代坦头的前脸 福特上一代F20大增 你如果说当年仲态SR9 还有像陆峰X7是山寨的话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它完全照搬了一个车 那你说你这个好 现在你已经说出三四个车的一些些的元素了 那个我觉得不叫山寨吧 才吧 那我这么问你一个问题 那它四个车无路算不算山寨谁啊 那它这个车门是横着开的 后背门横着开的算山寨谁吗 约定俗成了 它就长那样 我觉得这个车 唯独你要说的就有一点我是认可的 就是它前脸 尤其是那个非常大比例的竞技格山啊 确实有点像坦途 而且它前面有一条那个缝更加的像坦途 或者是像红山 但是话说未来 我在现场了解到说 其实关于这个中网 厂家还有三个版本 你可以去选 你不一定要选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现在咱们有一点真的是过度的不自信 就是当看到一款国产车 就一定要找出说 哪哪哪哪像谁谁 哪哪哪哪像谁谁谁 我觉得没有必要 可能大家都很失望 就坦克三百第一步走得那么好 然后第二步就开始掉绝了 没有啊 我说真的 当然这是个人审美的问题啊 这个我不跟大家去争 就是有人喜欢它 有人觉得它好看 有人觉得它不好看 这很正常 反正如果你觉得它好看呢 扣个一 如果你觉得它不好看 不符合你审美 你扣个零 这样呢 咱们也可以去都分享一下观点 大概其大家就能在评论里去找到答案了 那么我站在车边上 看见那个实物 包括它的配色 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车身上的线条细节 我觉得挺好的 真心挺有气场的这么一个车 然后现在其实咱们的自主品牌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去增加品牌本身的一个溢价能力 当这个本身的品牌的溢价能力 追上它这个车所造出来的这个感觉 还有实力之后 那我觉得相浮相成 它自然价格也就上了 但现阶段我觉得买像长城这样的国产车 像坦克600这样的国产车是非常实惠的 为什么 因为它品牌的溢价能力不高 所以你买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实实在在的产品 我想起听见的那个小道消息 说那个新陆寻都已经价30万了 万一坦克定价才30万 这陆寻可怎么办 也许大概可能小道消息胡猜 然后是吧 可能会卖到30到35那块吧 就陆寻你就算加钱 现在陆寻你能达到北京国流币 然后很严格的那个PN值的那个要求吗 够呛吧 你甭管称它什么 那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坦克600 是更加适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和中国市场的一个状态 这没毛病吧 就怪不得会有人说 这是常常真是把越野版明白了 只要外观仿着 或者说神似 一些这个丰田的车型 然后卖的还有一丰田便宜 性能比丰田好 就一定会 它确实没有说 那你说SUV不都长那样吗 是吧 你非得说神似 那我觉得中网可能是有一点像红杉 但我觉得辨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你有见过谁 把坦克300去换个什么丰田的标 你说不得卖个80万 所以这台车也一样 我觉得自信一点 而且你也都提到了 造的又比它动力好 造的又比它配置高 造的这个车越野能力又比它强 对 这句话你说的倒是对 然后卖的还比它便宜 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给你的感觉 好像反正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是要去用它 而不是要拿这个什么品牌去装X 或者怎么样 关键我也不觉得丰田品牌 我开着能做X 所以当我选择的时候 可能我就觉得功能性就对我非常重要了 那么你让我在陆寻和它之间去选 它本来就各方面产品力都有 品牌溢价能力 所以我也不太care说丰田那如何如何 对不对 然后你很多钱都花在实实在在的这个 运用上面了 产品力上面了 那我当然会消费这个了 而且我的确是有想法 咱们的H9换掉 把那个保障车换成这个坦克600 我有这个想法 也许大概可能别在这有挖坑 别有说什么指标哥折拿的 好 好